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实面光荣 责任重大 下一步我会与其他代表 多多交流学习 然后多多反映 基层群众的新生与诉求 就是我们群众在想什么 有什么想法 就是有什么需求 去收集这些 我会帮他们提 2023全国两会 是罗布央宗第一次去北京 罗布央宗又紧张又激动 因为他来自基层 是农村的一名村干部 他希望可以把摩托的声音 带到北京 也想把最新的消息 带回摩托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 主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仅3000名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监督人民众多出席盛会 我会比较关注 关于边境成本见识 还有呢 如何打造特色产业平台 推进边境特色产业发展 伯布央宗一回到摩托 就立刻去村里了解各项情况 不认识 我们父女合作社的话 就是他们不忙农户的时候 就是过来就是在那边做工 然后增加他们的收入 罗布央宗现在是 父女合作社的主理人 时不时他会请一些老师 来给大家上课 带领着父女们学习许多技法 这是我们的落巴服饰 女士的 女士的落巴服饰 小孩的 用我们的那个 门巴的布料做的 但是是有点像葬式那种 就是舞蹈的 跳舞的时候舞蹈装 就裙子相当于就是 裙子 父女合作社的订单 有很多都是罗布央宗 去县里跑来的 大的订单不是很多 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父女空有手艺 但是没地方施展 没有人来 这个父女合作社 就空荡荡的 罗布央宗想要去找一些 稳定的长期的订单 把合作社规模化 让父女们有稳定 可观的收入 这次去北京 罗布央宗看到外面 日新月异的在高速变化 罗布央宗是土生土长的 莫托人 十几年前 她结束在拉萨的学业之后 就马上回到了 还处于三区三州 深度贫困的家乡 支援莫托的建设 当年还没有莫托公路 她要一步一步翻过雪山 才能去上学 只有生活在莫托的人 才懂得对路的渴望 路不仅仅是脚下的路 更是生活的路 路虽然开通了 但还有很多困难 需要基层工作人员去解决 轻壮劳动力缺失 经济作物收益不稳定 对许多产业做法 传统保守 都是罗布央宗 要面对的问题 摸得这么好 要是发展不起来的话 我会遗憾的 第一次当选人的代表 人民群众对我也有抱着 很高的期盼 她需要思辨 找到一条新的路 我觉得就是后面的话 我需要这个工作挺多 跟你都去了解一下 然后就看他们的 就是想法跟建议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再就是离出来 她想要把问题 一个一个都克服掉 工作有困难没关系 有问题也要迎难而上去做 把她从北京学习到的经验 用在乡村治理上面 哈喽 蓝老师 你好 嗨 你好 我看到了我们的一些衣服 有会有 无论是男装还是女装 都会戴一些腰带 我觉得这个腰带挺好的 罗布央宗去找了一位设计师 想了解做文创产品的难度 以及有什么新的创意 也想商量 拉一个订单 做一些旅游周边产品 带动妇女合作社的增收 我觉得民族的这个的话 就要传承 也需要就是弘扬出去 我希望的话就是 不只是我们本地人 喜欢买我们的服装 外面的人也喜欢买我们的服装 当上人的代表之后 去北京开会回来之后 我就知道 我不只是为村里着想 也要为全县的发展 那些都要考虑 我个人方面发展的话 就是我希望 还是我自己留在我自己的家乡 继续留在基层 就是为人民服务嘛 四周绵延的大山上 苍翠一片 几乎全是茶园和果园 不出一两个月 罗布央宗和妇女们 制作的各种改良服饰 和文创产品 将会搭上通往大山外的汽车 通过覆盖白雪的喜马拉雅山脉 行着雅鲁藏布江的水流 沿着平坦大道 到达全国各地的市场 我相信木头会越来越好 我们做的手工作品 可以卖到各个地方 也希望木头的花朵 可以开到每个角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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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